好 回來第三節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11月10號 星期日晚上 是 大家好 繼續是公海的廣播 今晚是封面的 是 沒錯 電路是比較差一點的 不過希望大家可以忍受 是 好 那第三節要講一些 跟大家隔得遠一點 大家通常覺得這個 中聯辦 港澳辦 大陸 都會和大家是遠了一點的 不過這個名字大家都很熟悉的 張曉明 張曉明這條小狗出來說什麼呢 最近他就撲出來 就說這個 之所以香港這麼亂 就是因為香港的基本法23條立法 一直都沒有立法 香港這些港獨勢力啊 那些什麼本土勢力啊 就是令到香港越來越亂 那這個是這個張曉明呢 近日他都很少出來說話 就是一出來就出來說這件事 當然要去理解一下 那張曉明呢 其實是當年他和梁振英呢 一起是被撤換的 坦白說 從他們兩個人的脈絡呢 很明顯他們一直都是吃著港獨這條水的 然後梁振英在2015年開始呢 就拿個 港大學院那篇文出來做文章 就說香港有港獨 那跟著呢就大力打擊啦當然 問題就是 根本港獨 完全是不成氣候的 也都是 那個叫做十分之小眾的一個說法啦 老實說 那但是呢 張曉明 就是他百分之一百的同黨來的 在這個梁振英被上面撤換 因為他覺得他處理香港呢 是用一種 就是比較極端和極左的思維去處理 什麼都是用階級鬥爭的方法去處理 所以上面就換他 那但是呢 你看到張曉明 事後被人表面上就升職升了去這個港澳辦 那大家有聽我們的節目都知道啦 港澳辦和中聯辦有什麼分別呢 中聯辦表面上是under港澳辦 但是中聯辦是直接面對香港 即是說呢 他是一間銷納店裏面負責斬叉燒那個 那如果你和他老友呢 他呢就斬大塊叉燒給你 你和他不認識的 他就斬肥豬肉給你 斬肥膏啊 基本上沒有東西好吃的 那上面呢 港澳辦呢 就可能是一個老闆 但是老闆不是經常在店裡的嘛 所以呢 什麼游泳呢 都是被中聯辦吃光的 那所以呢 將他調上去港澳辦呢 老實說 是 坦白說是捉水都沒有一口好吃的 正如當年呢 那個叫做前這個 港澳辦主任叫黃江亞 他連買奶粉都要托人家去幫忙買 中聯辦開聲的 五個貨櫃來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出 你去到港澳辦 你去到港澳辦 你連買奶粉都買不到的 黃江亞當年 其實港澳辦對於香港的影響力 嚴格來說是沒有的 其實雖然名義上 他叫做中央港澳辦公司 叫做副朝小組 裡面成員 副組長 實際上他對於香港的干擾是有多少呢 其實是一點都沒有影響力的 他其實可以落到一些中央的政策 他只是一個執行政策 還有呢 酸毒政策的人 但是真正具體 在香港做的呢 就全部都是由中聯辦去操作的嘛 所以中間可以開到游泳呢 就指中聯辦 港澳辦呢 是清水衙門來的 是找不到吃的 因為呢 你沒有人去裝香的 這個衙門 因為他不會直接保佑你嘛 而香港的中聯辦就不同了 直接在香港 去發展地區勢力 所以呢 中聯辦和港澳辦中間呢 表面上是一種從屬關係 實際上他們是一種 就是呢 鬥爭的那個關係來的 因為中聯辦呢 又想擴大自己的權力 又有很多物資 又有很多資源在香港 比如買樓啊 買店啊 做生意啊這樣 但是呢 港澳辦呢 在上面 就只能夠看著 看著他搵食 而這個叫做張曉明呢 他最近 也都承傳了 他是被擠出權力核心 很快就有機會 在這個中央聯絡小組裡面的名字呢 是被人除名的 是外面這樣傳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他是正極私動 覺得自己的位子呢 就快沒有了 可能被人排除去 排除出這個權力核心裡面 所以呢 他就要出來呢 就講一些很激烈 很激烈的言論 講一些極左的言論 是希望呢 搶奪回這個話語權 從而呢 令到他可以 繼續留在這個權力核心裡面 因為中共的鬥爭呢 從來都是零左無右的 越是講得過範的一些呢 基本上他呢 是越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的 因為你一講起打仗 鷹派一定贏的啦 現在大陸什麼都是打仗的嘛 什麼都當是政治力量 所以政治方面是零左就無右的 是啦 張曉明這個動作呢 其實怎麼解讀呢 首先 23條立法 一個在香港很敏感的議題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人敢提的 就是除了那些 一味是打嘴炮的那些人 又或者根本不是他去負責的那些人 他叫你去香港政府去推 當然啦 香港政府當年推23條的葉劉索儀 就已經是焦頭爛額啦 老毛東甚至乎已經下一台了 那到底其實你在那裡打挪打鼓 叫香港政府去推一個 燙手珊瑚 你作為鷹派 你當然是喊的時候很開心的 實際上做的時候 是沒有人敢做的 因為做人都知道 其實這個是一個政治炸彈來的 沒錯啦 所以其實 你張曉明 另一個大問題 其實大家都知道 四中全會剛剛開完 其實四中全會講關於香港的事情 它有講到關於一些所謂的管制的事情 但是其實在四中全會裡面 其實都沒有這麼詳細去討論 講到這麼詳細去討論 講到關於香港 《基本法》《23條》《法法》 《基本法》《23條》《法法》 基本上是沒有人講過的 那你張曉明 是憑你什麼的身份和地位 居然是可以超過 這一個四中全會裡邊 就有 Narayanケージ生 這些中央幹部 都沒有講的東西 這樣就像勝自地衝出來 在他講的23條《法法》 很明顯 張曉明說這些東西 是沒有人在背後承受她的 是她自己承出來說的 沒錯 正如梁振英出來說的那些東西 全部都沒有權力支持的 只是她一個叫做 被人家踢出權力心的人出來說話而已 是 那所以呢 最簡單 你說吧 最簡單 到底你那個頂頭上司 你就是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 到底你是不是還剩下這張票 如果你有這樣的看法 你覺得香港要23條立法 為什麼你在關於香港事務 港澳事務的時候 你不在四中全會討論關於香港的範圍的時候 提都不提呢 這件事 為什麼要off了 完了才走去自己衝出來說呢 沒有錯了 那麼我認為呢 張曉明 都只能夠用回她的舊電池 就是以前那些中聯辦由她捧那些舊部 例如譚耀宗 譚耀宗是由她捧 所以去接替這個叫做鄭耀堂 人大常委的那個位置 沒錯 其實說來講 都是他們那些舊電池 或者叫做中聯辦當時是勾結梁振英勢力那幫人 只有他們說而已 外面呢 是完全沒有人提這件事的 政府官員 所有的官員沒有人提 外面呢 除了民建聯一兩個人說之外呢 大部份人都沒有人提的 當然那些最極端的那幫人當然有提的 但是你不是代表一個真正的官方說法 即是有一幫呢 是快要失勢 或者接近失勢的人 他們覺得很急 一定要想著拿出一些東西 要找一些東西 增加自己的話語權 甚至乎 他們很害怕 好像張曉明或者梁振英 很害怕 他們會被擠出權力核心 所以他們要作出一個粉朴 要提出一些東西出來 是吧 那麼我們看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 他們自己一廂情願的機會很大 你一來得不到中央的支持 二來 其實都得不到政府的配合 你看看林鄭和月娥 需不需要跟你立23條 他其實要做的東西 全部都做完了 他都可以 現在你見警察的那個功能 基本上就比23條更惡了 是吧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你可以重新看得到 就是這一幫梁振英 舊班底的這一幫張曉明勢力 這一幫人 跟這個香港現在現界政府的那個鬥爭 都依然相當之激烈的 這幫人呢 繼續是出來想騎劫香港的主導的言論 在建制派那邊呢 其實他們就算是很盡力 其實他們現在都沒有做到的 沒錯啊 他們最近呢 不斷講要壓後這個區選 甚至取消 因為其實在他們知道呢 這次區選 坦白說是輸了的機會很大 甚至乎是會損失很多很多席位 這個呢 他們就是呢 給一個叫張曉明這種的人 開始有 就是叫做有承虛而入的機會 因為我們看得出呢 其實林鄭和建制派中間的矛盾 是十分之巨大的 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 尤其是建制派最大的 最關心的東西呢 他就不是說什麼指不指暴制亂 是關心區選不要輸那麼多 但是由於外面的民情 根本沒有可能他想輸少一點都不行 坦白說 現在你看到整個民情 根本就是直接針對這幫建制派民建聯 工聯會 是吧 選舉的時候 接下來的選舉根本沒有可能 但是你看看特區政府的立場 你看看林鄭和我出來說話 基本上 他們是完全不會把區選放在眼內 輸是你輸你的位置而已 因為林鄭只是計算自己的數 我只剩下三年任期 你那些區選好什麼位置 你不論你贏輸 對我的影響不是很大 但是呢 對你們有影響而已 關我什麼事 我現在最重要是保護著自己 因為當時林鄭和我 她覺得 有可能會惹你殺身之王 只要我不死 只要我可以繼續坐下去 即使是三年也好 至於你 三年時間足夠補儲了很多東西 就是你建制派的大敗 對於它來說 有一點影響都沒有 因為從來你建制派雖然拿了議會大多數 但實際上你是不代表 因為你不是內閣制的 你從來都不是拿了議會大多數的議席的政黨 例如民建聯 就是去做政府 你最後都只不過是幫政府 作嫁衣服 是幫她去抬招 所以其實這個一路以來 就是土共和這個林鄭月娥之間的麻煩從來都沒有減低過 而這次張曉明我深信 當然她也不是心系建制派 她只不過是因為自己擠出了這個權力核心 就是要運用香港這件事 其實她最熟悉的香港 就是看經濟的官場來說 因為她坐過中聯辦 她繼續在香港這件事上 要爭奪他們那個陣營的話語 其實現在 到底上面對港的方針是怎樣的呢 很明顯 如果是張曉明那套說法的話 其實一早就已經不是這樣處理香港了 是 沒錯了 而23條立法很明顯也是衝著林鄭月娥的緊急法 因為緊急法的權力其實是來自特首本人 嗯 她知道如果再走這一條路 其實就是不斷地擴大著林鄭月娥的權力 而不是他們自己的話語權 如果將23條這個議題再次重新提出來的話呢 那麼這件事最低限度都是關於立法會的事 是不是 那麼起碼呢 張曉明的舊報呢 這一班的民建聯的工聯會 這一班聽她說的人呢 起碼就是有一個角色在裡面 是的 就是有一個角色去做事 現在坦白說這班立法會議員呢 他們建制派你即使在議會裡面是大多數的 但是基本上他們是整個香港的這場運動 或者整個政治版圖裡面 他們沒有角色的 他們只是充當小丑 是 沒錯 你唯一一個是有角色的那個叫何君耀 因為他有黑社會 因為他有發動恐襲 其他人呢 完全是走過碰碰碰碰過就被人哭打 除了哭打之外 是沒有第二個動作的了 嗯 所以呢 你這班人呢 是沒有存在價值的 老實說 其實林鄭也看到的 即使這次你們這個驅選大敗 其實對我來說也不是很大的損失而已 我 我的位置坐穩坐 我告訴你建制派輸而已 建制派輸了 那個責任在中聯辦裡 那不關我的事的嘛 中聯辦負責幫你抽票 幫你策劃的嘛 幫你選舉的嘛 是不是 這個其實對林鄭呢 我覺得呢 她是樂觀其成的 即是驅選大敗 她還可以多一個 這個也是 將這隻鑊射回去 這個其實我們原本都打算分一節再詳細說 因為想集中說張曉明 為什麼要講張曉明 為什麼要這麼詳細分析 坊間其實沒有講過 關於張曉明講23條這件事 一個這麼有力的分析呢 其實真的沒有的 基本上外面大部分講張曉明那番講話 只不過說這些時候香港人會反抗 這些時候天煩天亂 其實只是流於這個層面而已 外面的暫時我見到的 是 沒錯 那她呢 其實 你都看得出她那種 其實她是很無力的 因為呢 她只有出來講這些說話 才會有傳媒去報道 平時基本上是沒有人採她的 她躲在這個港澳辦裡面 坦白說她是一個被廢了武功的人 嗯 下面就要下面做 她上面就沒有人採她 她的政令坦白說出不了港澳辦 出不了他的辦公室 是不是 是 這是肯定的 只要稍為熟悉國內官場的人都會很清楚 其實 是啊 這些衙門沒有人去裝香的 平時 平時門口都沒有客人排隊 沒有客人排隊肯定是 更何方 當日原來十一的時候 她好像是 好像是沒有列席的 我記得她是 就是十一的 十一她有的 拍到她的樣子 拍到她的樣子 是的 拍到她的 說真的 出不出這個問題不大了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 你看她的曝光各方面 其實都很低調 已經去到 那個招待會不是國慶本身 十一招待會沒有出席 所以外界已經是盛傳 當時失勢 是 那不奇怪 因為 國慶那天本身她也是拍到她的 那可能之前那個招待會就是她沒有份 是的 那現在呢 我們看回那個 現在香港呢 和應她的人真的很少 三兩隻 可能只有那些一兩個左嘴 從來說話沒有她準的那些左嘴 除此之外呢 都不覺得有人和應這件事 但是網上討論都很熱烈 就是因為網上討論熱烈 所以要告訴大家解讀是什麼 說真的 其實他們這幫人說的 你更加不用太過擔心 就是這一刻 局勢永遠有變化 但是現在 我們就告訴大家 現在其實她根本是被擠出了 所以其實她說的話 會實行的可能性 其實是 是滲低的 基本上這一刻 是 還有那個 那個叫做 譚耀宗 其實譚耀宗也算是過氣的人 就是她最多是接替了那個 那個叫做鄭耀堂 因為鄭耀堂太老了 那問題就是 她也都是 已經 退出了權力核心的了 我認為這個譚耀宗也是 所以她說的話 大家都可以 都不用怎麼放在心上面 是 好 那時間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因為那線紋都收得一般 都真是 今天都三節了 所以就說到這裡了 好 我都說到這裡 好了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